两大神教之间的谈判已圆满结束 圆满的衡量标准在于一方想要得到的 已经完全得到 小园厅的中央 舞女们身着暗乐岛传统服侍正翩翩起舞 旁边的乐队则吹奏着舒缓的乐曲 双方神教人员不日都将离开暗乐岛 安排这种类似联谊性质的晚会 也是情理之中 战争已经结束 而生活 则将继续 秩序神教书记主教克雷德翘着腿 将自己身子依靠在柔软的座椅后背 时而闭目养神 时而微微睁开 欣赏一下舞蹈 坐在旁边的轮回神教守门人罗米尔双手叠于膝上 后背脱离椅背 时不时的与克雷德说几句话 克雷德的回应无非是微微汗手 或者笑两声 下方 一众秩序和轮回的主教们互相敬着酒 聊着天 聊的话题什么都有 文学 风景 奇观 甚至是对子孙后背的培养 唯一默契不聊的 就是教会圈局是 失败者不会自讨没趣去提 只是尽可能地维系住自己的风度 胜利者更愿意表现出自己的矜持 施舍尊重 本就是一种快乐 巴斯汀岛的那群人 罗米尔说出了请求 克雷德应了一声 道 秩序会给予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 且确保他们不会和外界交流 巴斯汀岛是一处轮回神教圣地的外围防御阵地 在那里驻守着一支轮回神教的信仰者军队 规模并不大 只有36个人 这36个人控制着一个防御阵法 秩序骑士团攻破圣地后 派人来向附近这座小岛的守军传话 要求其投降 然后 他们投降了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轮回谷收到的消息是这36个信仰者杀死了秩序使者 喊出了宁为轮回战死也绝不苟活的誓言 结果全部战死 轮回神教还将他们当作榜样和楷模进行宣传 哪怕是现在 宣传也在继续 老派家族重新执掌轮回神教大权后 急于对前任势力进行清算和打击 也利用了这一错误消息进行宣传 目的是告诉轮回神教的信徒们 轮回神教其实很强大 轮回神教的信仰者们也很坚真 战败的原因是前任神教领导者们的领导指挥不利以及秩序神教的偷袭 总之 不是我们的人不行 不是我们的信仰不行 不是我们的神不行 罪责都在前任 那36名宁死不祥的信仰者 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荒谬的是 在战败后与秩序神教的接触中 轮回这边恶然发现自己已经宣传的光荣榜样竟然还活着 他们没有一个人战死 全部选择了投降 这就尴尬了 我的意思是 罗米尔的话说了一半 有些人活着 还不如干脆的死了 克雷德微微摇头 道 秩序不能这样做 但请你放心 秩序很看重与西莫森家的友谊 也相信轮回神教在西莫森家族的执掌下能够快速地恢复 同时构筑好两大神教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 不至于让悲剧重演 那是当然 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 它存在的意义只是告诉我们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是这样没错 争斗永远都只是暂时的 和平才是我们永远追求的主题 为了和平 干一杯 好 罗米尔双手举起酒杯 克雷德单手拿起酒杯 二人相视一笑 各自饮了一口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悦知女神教现在的教区扩展 和我教重叠部分正在加大 我担心会引起两大神教之间不必要的摩擦 所以希望秩序能够出面帮忙调停 克雷德文言 笑道 秩序干预的 只是信仰者对普通人对社会的影响 神教之间的矛盾 不是秩序介入的目标 秩序尊重各大神教的自主权 如此的话 那我轮回和月之女神之间 肯定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了 那真是一件令人悲伤的消息 和平 将被再一次践踏 让人心痛 当然 如果大的风波出现 秩序是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出面 重申和平的 罗米尔微笑点头 轮回支持秩序主持这种局面 克雷德反问道 轮回已经恢复好了吗 几个家族之间 还是有些积攒底蕴的 罗米尔说道 好的 轮回神教现在迫切需要一场对外的胜利来稳定人心和局面 他们选择了月之女神教 并且准备来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只要这场冲突轮回胜利了 那人心就能再度凝聚起来 罗米尔所请求的 是等到月之女神准备报复时 由秩序出面压制月之女神教 克雷德同意了 这时 罗米尔手腕上的一串猪链里 有一颗猪子忽然裂开了 这条手串里的每一颗猪子都代表着一个西莫森家族优秀后代的灵魂 谁灵魂湮灭 其所代表的猪子就会破裂 这一颗猪子属于谁来着 哦 对了 康默 他好像已经死了 他的灵魂是签订契约了吗 和谁 哦 裴德 哎 真麻烦 罗米尔将指尖放在另一枚猪子上 对身边的克雷德欠然道 抱歉 失陪一下 说完 他的眼睛闭起 脚下出现了一道灰色星芒 他人还坐在这里 但人又不在这里了 克雷德见状 指尖在茶几上轻轻敲了敲 多 多 多 戴着银色面具的卡伦 身上的气息开始出现剧烈的紊乱 一缕缕秩序气息开始从他身上一出 紧接着 卡伦的身形开始前倾 向前栽倒 趴在地上的裴德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大驳成功了 奥菲利亚剑撞 手中暗月之刃出现 准备动手杀人 然而 向前栽倒到一半的卡伦身体忽然绷紧 右腿前驱 向前猛的一蹬 左手向下一压 紫色大剑剑柄落入手中 整个人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趴在地上的裴德 裴德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退去 就发现自己视野 正被那把大剑逐渐填充 卡伦脸上的面具也在此时消失 露出了卡伦森冷的目光 裴德下意识地去伸手握住胸前吊坠 想要向里面灌输尽灵性力量 但一切 显然已来不及 卡伦的剑 比他更快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灰色的结界出现 挡住了卡伦的剑 卡伦本想顺势将这道结界劈碎 手中的力道丝毫未减 但屏障看似普通 却坚韧得几乎让人绝望 不管卡伦施加如何大的力量 他都丝毫不动 一道星芒出现在了裴德身侧 里面走出一名身着灰色神袍的老妇人 正是轮回神教守门人罗米尔 当他将目光落在卡伦身上时 卡伦刹那间就有一种灵魂的脖颈被钻住的窒息感 该死 卡伦在心里重重骂了一声 他已经做了铺垫 突袭也发起得极为突然 但轮回守门人却在最后时刻出现 让他的杀人计划失败 就一点 就一点啊 卡伦其实没想到的是 并不是裴德通知的罗米尔 而是卡伦先前在自己体内湮灭的康默灵魂 让罗米尔得到了感应 契约灵魂被湮灭 他自然会想到裴德 罗米尔目光威名 在他和卡伦之间 出现了一道灰色的点 这个小点忽然裂开 恐怖的推力将卡伦整个人完全弹飞出去 这已经不是一个层级的较量了 不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这是直接来了奶奶被 卡伦落地后 将大剑插入地面 抵消着身上的惯性 他清楚 对方并未真的要攻击他 只是要把他推开 罗米尔低头 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裴德 再抬头 看向对面身穿着秩序神袍的卡伦 他清楚自己这个侄孙的实力 在这个年龄阶段 已经算是优秀 更别提他还和康默签订了契约 可尽管如此 依旧被眼前的年轻人打趴下了 如果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自己这个侄孙已经被杀死了 罗米尔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不是护短的愤怒 而是马上认知到眼前这个年轻人 在秩序神交的身份地位肯定不寻常 恰好这时 一道道轻微的指尖 敲击声传到了罗米尔的耳中 他清楚敲击声来自于哪里 怎么回事 罗米尔开口问道 姑奶奶 他 陪德刚准备说话 他的嘴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闭合住 在外人面前 怎么可能拿家里人的称呼出来用 罗米尔知道 是自己这个侄孙被彻底弄乱了心神 罗米尔目光看向卡伦 意思是他的询问对象 是卡伦 卡伦收起见 虽然他清楚眼前这位并不是本尊出现在这里 但他更清楚 哪怕是现在 他也绝不是这位的对手 他向一个普通女孩的身体灌输另一个人的意识 违反了秩序条例 我正在执行秩序条例对他进行逮捕 但他拒捕 卡伦清楚 对方想要杀死自己 简单的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越是高层次的存在 对低层次的实力优势就越是强大 他不相信轮回神教的守门人会是一位纯粹的文职 但还好 就算是一只蚂蚁 自己也是一只穿着秩序神袍的蚂蚁 罗米尔将目光看向身后 看见了那个躲藏在树后面的女人 他知道 眼前这个秩序年轻人说的是真的 因为自己这个侄孙一直有着这方面的癖 罗米尔 罗米尔伸出手 那个女人的身体被直接拘了过来 强行跪伏在了罗米尔的面前 紧接着 女人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 一团乳白色的光则从其头顶浮现而出 而在女人身体内 则有一团微弱到随时都可能熄灭的光团残留 罗米尔摇了摇头 没有将女人的意识全部抽出 而是指尖轻握 像是捏碎了一个面粉块 女人的意识完全崩散 化作了养分又回去了体内 而原本残留的微弱光芒在此时变大了一些 虽然还很虚弱 但比先前随时可能熄灭要好很多 罗米尔掌心释放出柔和的灰色光芒 对他的灵魂和身体进行了一轮滋养 他的灵魂还没有彻底熄灭 我已经帮他完成了巩固 睡醒后 他将变回原来的自己 呜呜呜 裴德健壮 瞪眼开始奋力挣扎 但他被封了口 说不出话 罗米尔手掌一挥 啪的一声 裴德直接被抽昏过去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紧接着 两道光芒出现 削去了裴德的两只耳朵 小孩子不听话 是我管教的不好 老你费心了 这时 裴德胸口处的纳眉吊坠 脱离了他的脖子 飞到了卡伦面前 落在了卡伦身前的剑柄上 这是轮回的赔偿 对秩序神官维持秩序所付出辛苦的赔偿 余下的 是对这个女孩的补偿 请你帮忙转交 受害人 受害人就回来了 犯罪人 被惩罚了 执法者的辛苦费给了 受害人补偿也给了 一套流程 全都完成了 虽然心里还是很可惜没能杀死对方 但卡伦清楚 对面以如此尊贵的身份把事情善后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把官司打到秩序高层上去 也没有意义了 毕竟你还想要人家怎么样 卡伦只能将双手交叉至于胸前 对手们人道 感谢您对秩序的尊重 感谢你维持秩序的付出 罗米尔看着卡伦 或许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 卡伦 希尔瓦 真羡慕秩序神教 每一代都不缺人才 罗米尔面露微笑 等你来轮回古时 可以拿这个来找我 我喜欢有为的年轻人 说完 罗米尔的身形直接消失 卡伦则愣了一下 这就 结束了 奥菲利亚这时走了出来 问道 卡伦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 卡伦将那没吊坠拿在了手里 他还是无法理解 对方竟然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干脆 他不在意这点小事 奥菲利亚说道 他是真正的上位者 他现在不可能为这种小事分神 不在意 嗯 他可能不在乎培德的死活 哪怕他是自己的后人 那道灵魂呢 那道灵魂 他的契约灵魂吗 是的 也是姓西莫森 哦 他也不在乎 那道灵魂还在你体内 没了 他穿透进化之力后 灵魂已经消散得差不多 所以没能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 嗯 主要是我对秩序之神的信仰足够坚定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自己 就能把邪神挤出去做狗 更别说现在的自己 身体里集合着多种信仰之力 康默 西莫森想要用抢占身体的方式对付自己 真的是自取死路 既然没了 他也不在乎了 奥菲利亚说道 这件事 在他眼里只是在小不过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距离太近 他可能都懒得出来 看来 你挺能理解他的 我父亲也没为两个哥哥的死流一滴眼泪 不是吗 好吧 卡伦伸手指了指昏厥在地上的裴德 他怎么办 现在 不能杀他了 嗯 卡伦点了点头 走到裴德面前 对着裴德脸 就是一靴子踢上去 昏厥中的裴德一动不动 只有鼻血开始流出 罗米尔已经完成了惩罚 也做出了补偿 自己在杀他 就站不住脚了 主要是 这就是明面上去撕轮回守门人的脸皮 代价太高 对方只需要将这件事通报给秩序神教 秩序的高层都会对自己进行处理 最值得庆幸的是 陪德没有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自己一直隐藏得很好 康默的灵魂倒是看见了很多不该看见的 但他已经没了 他自己待会儿会醒来的 卡伦忽然想到了什么 奥菲利亚 这片树林里有狼吗 怎么可能有狼 那可惜了 卡伦将剑柄上挂着的吊坠拿起来 去轮回谷 我怎么去 哦 那个进入轮回之门的试猎名额吗 好像下个月就要开始了 但问题是我该怎么报名 队长能帮我疏通关系吗 不过 好像就算是把队长给卖了 他也走不动这个关系 毕竟 一整个教会就是二个名额 而且 自己还害他没能当上中队长 卡伦笑了笑 走过去 想要将昏睡中的来马小姑娘抱起 奥菲利亚却先踏一步 单手将小姑娘扛在了肩膀上 卡伦 其实 你一直是在隐藏实力 真的是最近才突破的 最近 昨晚睡觉的时候 也就是说 先前我和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其实有能力杀我灭口 我没想过这个 真的 真的 没有骗我 奥菲利亚 有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从未主动想骗过你什么 你自己脑补的和队长玩的花活而不关我的事 好吧 我相信你 现在 送他回去吧 正好 再吃点夜宵 还吃 小圆厅 罗米尔脚下的法阵脸去 他也睁开了眼 他看像坐在旁边的书机主教克雷德 欠然道 刚刚我的小辈犯了错 被一位叫做卡伦的秩序神官惩戒了 他做得很好 是吗 真羡慕秩序神教 每一代似乎都不缺人才 呵呵 所以 我们秩序才会愿意选拔你们轮回的年轻人过来培养 那真的是太感谢了 我轮回一定全力配合和支持这件事 克雷德笑道 这是应该的 这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 罗米尔没有很在意 克雷德也没有很在意 两个人继续商谈着两个神教接下来的一些合作方针 最终 晚宴在友好氛围下结束 双方领导人各自起身离开 克雷德身后跟着一大群主教 下楼梯时 克雷德忽然停下脚步 他身后的一大群主教大人们也全部停下了脚步 对了 下个月轮回股的轮回之门开启 各个大区的名单抓紧时间整理好汇总上来 有年龄限制 而且轮回之门内很危险 你们谁想走关系安插人的 别把人折在了里面 大人您说笑了 我们肯定秉公选拔 是的 我们肯定认真选拔优秀的年轻人 这时 克雷德想到了先前的小插曲 下意识地问道 对了 有个叫卡伦的年轻人 是哪个大区的 短暂的沉默后 沃福伦主教开口道 回您的话 是我约克城大区秩序之边成员 哦 是吗 很不错的年轻人 呵呵 克雷德说完继续往下走 主教们跟着他继续行进 对于克雷德书记主教而言 惩罚一名轮回神教的人还惊动了守门人 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也仅限于有趣 他甚至没兴趣去亲自见一件那个叫卡伦的年轻人 沃福伦主教跟着其他主教们一起行进着 额头上则冒着些许虚憾 书记主教大人这是在提醒我 要把卡伦的名字放进名单里去啊 今天就一更了 龙药休息调整一下 报警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